这是明慧广播电台 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彻底改变年老的人念 作者中国湖南大法弟子清飞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9日 我今年八十多岁 修炼法轮大法将近二十年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 稳定地走到今天 最近看了明慧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 去除人的观念 神的一面快醒来 我的感悟良多 我从修炼开始至今 做三件事从未停止 可就是不太精进 不像妻子那样 无论严寒酷暑 走成过村 将大法的福音传给世人 我问自己 我为什么不能与他同行 其实原因很简单 正如同修所说 人的观念占了上风 神的一面尚未清醒 总认为自己年纪大了 比妻子大十多岁 又是1999年720以后得法的 还曾经想师父会带我回家吗 这一想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和执着 思想上的包袱 其实这就是有求之心 旧事理看到了 旧成绩让我出现了老化现象 耳聋 视力严重衰退 走路乏力 气喘吁吁 出去发真相资料 打电话救人时 一旦路途稍远 便走不回家了 甚至还多次摔跤 有几次还摔得极为严重 若没有师父的保护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是常人 八十五六岁的年龄 那是不能摔的 轻轻一摔就会爬不起 或半边摊 甚至死亡等各种危险 而我却多次摔倒 可摔也摔不死 去年本地搞城镇建设 修建各条马路 路面坑坑洼洼 高低不平 大小石头堆积如山 地下深沟随处可见 那天我讲完真相回家 扮着一块较大的石头 由于惯性的作用 脚被石头挡住 而我这一米七五以上的个子 一百七十斤以上的身体 砰的一声 从头到脚 结结实实地摔在碎石中 头摔晕了 身子不能动弹 不知什么时候 我听到有人的脚步声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摔了大跤 于是就喊 把我扶起来 可能是一时摔懵了的缘故 我始终未想起请师父救我 自己拖着沉重的双腿 艰难地一步分坐十步往前蹭 好不容易回到家 叫开房门 妻子见我摇晃着身子 痛苦的表情 明白了 什么也没问 急忙将我扶到床上 我不能动 向他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他责怪我 关键时刻 为何不喊师父 我也非常后悔 师父救我性命 我却没了正念 忘记了师父 但是慈悲的师父 还是将我平安地护送到家 否则我是走不回家的 第二天 我全身疼痛 从头到手臂到腿到脚 全部变紫变黑 肿得像个水桶 我不能练功 站立不稳 也盘不上腿 每天就是听师父讲法 我想 我肯定没事 肯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因为师父随时在弟子身边 看护着我 保护着我 替我承担 为我付出 我庆幸自己今生能得大法 深感自豪和荣幸 师父也知道弟子使命还未完成 救人心切 仅仅半个多月的时间 就让我身上的创伤全部消失 又能出去讲真相救人 我多次跌倒 多次受伤 但从未损伤筋骨 一些皮肉之苦 忍忍就过去了 都阻挡不了我救人的脚步 有师在 有法在 我就是要证实法 在此 我再一次感谢师父的救度救命之恩 师父在红淫 新生中教导弟子 观念转 败物灭 由于自己认为自己老了的观念未去 救世力又在我肉体上 强加各种病业假象 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 修炼后 师父都从根上给我拿掉了 让我变得无病一身轻 十年未吃一粒药 就因为自己修炼不精进 十年后 救世里就要夺走我的生命 让我的胸部大血管破裂 血冲头顶 妻子与我急请师父救我 慈悲的师父就救了我 并给我延长了寿命 我依然没有证悟 近几年 又接二连三 出现常人所说的前列腺的病业状态 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 然而假象却相当严重 我出现了尿急 尿瓶 尿痛 小便不通等状态 接连几天 从清早到夜幕降临 都未排出一滴尿 那种胀痛感真是无法形容 犹如撕心裂肺 这对一般常人 持进医院一步 都会胀破泌尿系统的相关器官 导致生命危险 幸好我修了大法 我有师父管 我有大法管 我不是常人 救世里强加的假象与我无关 我求师父救救我 通过向内着 同修帮者发正念 在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 慈悲伟大的师父妙手回春 使我化险为夷 有惊无险 师父让我突破了一难又一难 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一关一难一层天 磨难消除了我的业力 提升了我的层次 让我深深体会到 危难时刻 只要坚定了百分之百 信师信法 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就会迎来柳万花明又一村 接连几次大磨难 不得不让我认真反省自己的修为 深入地找找自己的人心 我找到了自己最大的执着就是 总感到自己年龄大了 跟师父回家来得及吗 这种不正的观念给我带来伤感 悲观和软弱 受到点挫折便伤心流泪 我审视自己为什么流泪 是怕心怕老 怕失去人生 怕修炼不成等等 其实这都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 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说 大绝不畏苦 益智金刚柱 生死无执着 坦荡正法路 放下生死 死就远离了你 已得了法 还怕什么 师父已从地狱中将大法弟子除了名 一切都归大法管 一切只归师父管 生又何欢 死又何惧呢 将生死交给师父 来去由师父安排 坦坦荡荡 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想 一切自在其中 再说 我们修的功法是性命双修功法 所以 我们的身体已不是常人的身体了 老病死制约不了我们 对我们不起作用 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 所以 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 他的细胞不会消亡 那么他就青春常住了 在修炼过程中 人会显得年轻 最后就定在那里了 师父的法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法轮功征修者不会自然衰老 细胞不会消亡 青春永住 最后就定在那里 虽人年龄大 却永远不老 七八十岁的年龄 十七八岁的身心 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 作为师父的弟子 应实时遵循师父的伟大教会 而不应密法而行 给自己定调 让我们仅尊师父的教会 年龄大的同修 要彻底改变这种年老的人念 去掉各种执着与人心 在法证人间即将到来 转瞬即逝的有限时间里 修好自己 让我们勇猛精进 修得鹤发童颜 青春常住 奔赴在祝师正法救人的修炼路上 兑现自己下世事约和历史职责 圆满随时还 再次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同修在派出所解体迫害的经历 作者 中国辽宁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日 今年7月中旬 我们当地发生了 邪党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的事 最近见到几个同修 给我简述了一下 他们解体迫害的过程 1.A同修 邪党人员从A同修家里 非法搜走一套40多本的大法书 一台电脑 A被非法抓到派出所 一警察对A做非法询问并做笔录 A同修领口供 警察当时一脸茫然 正正地看着A A同修对他们说 法律允许领口供 该警察转身就走了 而后再没有一个警察 来做询问和做笔录 下午3.A同修 下午3.A同修安全回到家 2.B同修在家中被绑架到了派出所 一警察开口非法询问 一警察开口非法询问要做笔录时 一连几个警察说话了 需不需要我回避 同修说 回避 警察转身就出去了 一连几个警察进来 同修都说 回避 后来同修想 回避下去也不是最终办法 再来警察做非法询问及笔录时 同修就说 我有权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这样 警察的非法询问和笔录就没有做成 但还是非法把同修拘留了几天才放回家 3.C与D两位同修是夫妻 那天同时被绑架 在派出所 妻子D同修对派出所所有的警察说 我告诉你们 我什么也没看着 什么也不知道 你们也别问我 警察连问都没问 下午就把D同修放回家了 派出所所谓的第一笔录 是构陷迫害同修的第一证据 没有第一笔录 下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 对同修的迫害 也就解体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改变观念 正念对待法会真稿 作者 北京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1日 明慧网发表2022年大陆法会真稿通知后 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一起读了几遍 读后我觉得和往年的法会真稿通知读后的最大改变就是 同修们的正念思维占了主导 不像以往那样随口就说 我修得不好 我写得不好 我没文化等等 说的是 咱们要抓紧时间动笔 早点投稿 好留些时间给明慧同修整理稿件 自己写完后 好帮助别的同修 有的同修刚要说写不好 马上就改口说 我不说不会写了 我会抓紧时间好好写 有的同修正赶上家里的孩子结婚 却没耽误 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稿件 并投给了明慧网 有的同修每天要照顾家里的老人 也已经把自己的稿子投了出去 我们修了这么多年 大法的神奇和自己心性提高的故事太多了 简直每人都是一本书 我们只要用纯净的心去写 一定都能写好 写稿的过程 也是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 和提高的过程 我本人以前的状况 总是坐在桌前几个小时 却落不下笔 每次都是在同修的鼓励下 才有所突破 可一旦动笔 就有说不完的故事 现在我不但自己能很快写好 还能自己把稿件打出来 原来拿起鼠标 却对不上屏幕 双击都练了好久 现在反思 都是由于自己的观念和怕心造成的 只要想做好 一定会有智慧 一定能做好 写稿的过程是放下自我的过程 也是成功的过程 我的稿子已经发出 发出后 我在家里的表现更理智 更自信了 我还把人生的目的就是修炼的道理 和家里人轻松地说明白了 这是我修炼多年来都没能做到的 这次是因为我的慈悲心出来了 情少了 不执着于自己了 家里人也就接受了 更支持我修炼了 同修们 尽心坐下来 动动笔 一定会有所收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修炼人不可再大帮哄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2年8月19日 最近听到又有几位同修 一一起出去采购时讲真相 被人恶意举报 多人遭警察非法抄家 绑架和关押 而且还被警察非法起诉 邪恶因素正在操控 不明真相的公检法人员 构陷大法弟子 企图迫害到监狱去 感到非常痛心 想到前几年 本地陆续发生过几次 由于三四位或五六位同修 一起到某个小区 或者街道车站讲真相 刚开始几天都没事 有的同修就沾沾自喜 显示起来 甚至和不相干的同修讲 哪天我们几个人到哪里讲真相了 如何如何 把师父关于修口的教导 忘得一干二净 从而被邪恶因素钻空子 同修们不同程度地 遭到各种牢狱迫害 其间有同修被迫害离世 教训惨痛 在如今城市里 甚至乡村 摄像头 人脸识别 步态识别等等 几乎无处不在 同修们能够放下个人一切 还在采取各种方式救人 确实不易 值得佩服 同修交流中都谈到出门讲真相前 先请师父帮助有缘人到跟前听真相 或者帮助清理那个地区的邪恶因素 让有缘人得到真相 了解真相 或者正念让所有监控设备 不对大法弟子犯罪 讲过真相回家后 还继续发正念 清理邪恶 不敢懈怠 这就是按照师父在经文 2018年华盛顿DC讲法中 说的 如果大家都那么清醒理智地去做好该做的 不做那些不该做的 那就最好了 但是为什么到政法已经接近结束的现在 还有同修不敢独自走讲真相和正式大法的路呢 师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早期讲法 导航 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行不行一念之差 你能不能走出来正式法 也不是随着人多势众就可以过关的 有人想在天安门广场等着 大伙都出来 我就出来 一看没有大伙出来 他也溜一圈回去了 因为大伙都出来的时候呢 是那个气势带你出来的 不是你发字 你自己放下生死那个心走出来的 修炼是个人的事 不是大帮哄啊 每个人的提高 必须得是扎扎实实的 从师父讲法中 我们清楚地知道 在正法修炼的不同时期 都有同修走出来讲真相 很容易走入大帮哄的现象 当然不是说 同修在一起讲真相 就是大帮哄 这里只是提醒同修 找找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站在法上走出来 是不是把救人的效果 放在第一位 每个大法弟子都走出 自己修炼的路 为整体安全考虑 并起大帮哄 本人层次所悟 不对的地方 或不同的想法 请歇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执着常人网站的教训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号 从去年3月开始 我被社区人员多次骚扰 在做好三件事上受到干扰 今年虽然没有受到很大骚扰 但是自己的状态不好 负面思维实时影响我 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太好 我也向内涨加强学法 可是自己空间场中不好的物质 总是排不掉 压不住 我回忆过去一年来 自己的言行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执着常人的网站 动态网 有时不看就心慌 总想去看一些消息 还有某某某又预言什么要发生了 还有当前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其实里面包含着自己的很多执着心 师傅在经文 醒醒中说 目前还有一些人 对社会的政治 常人争论的问题很执着 别忘了 我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没有改变社会的义务 我观察到周围一些同修 看了动态网的消息后 大家碰到一起 谈到一些问题 有的还愤愤不平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 都没有去领会师傅 讲给我们的法理 我记得 去年有两次 我因为看动态网消息 锅里的油都燃火了 其实师傅已经在电话笛子了 可是 我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所以后来出现了干扰 我想 自己现在的状态 跟这个应该有直接的关系 之前就想把这个情况写出来 但是由于干扰 没动鼻 但现在我看身边的同修 大多数还执着动态网 为了减少损失 我想把它写出来 提醒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执着动态网的教训》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8日 进一段时间学法时 视力有些模糊不清 甚至还有些痒痛的感觉 很不舒服 刚开始学法的时候还好些 学法时间越长 模糊的越厉害 发正念就好一点 过后还那样 自己误到 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 都是好事 这是针对我哪一颗心来的吧 于是我开始梳理 近段时间的修炼状态 严肃地审视自己的行为表现 突然间 误到了自己有不修口的毛病 说话言不由衷 口不择言 有时还背后议论同修 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嘴呢 甚至竟说些 与修炼无关的题外话 过后也知道不对 可到时候还是管不住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是我看动态网新闻 对 找到了 为什么不修口 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嘴 就是因为看这些自媒体 常人新闻看多了 知道的东西多了 总想在同修面前炫耀一番 证实自己 显示自己 这正是不修口的根源 既然误到了就要做到 今天必须把它曝光出来 清除它 灭掉它 前几年 由于自己学法走马观花 只留于表面 没有实修自己 不会修 也不会悟 说话办事完全混同于常人 有时还不如常人呢 不知不觉 离法越来越远 甚至后来在同事的引领下 浏览起了常人网站 觉得很新奇 内容也丰富 也很吸引人 大部分是邪党民争暗斗 争权夺势的内容 还有世间乱象 气候反常 各种预言 天灾人祸等等 勾起了自己的好奇心 好事心 盼邪党完蛋 正法结束的心 符合了自己的胃口 觉得多看看有好处 对讲真相 还能积累一些题材 填补了词穷的空缺 再讲起真相来 效果应该会更好 发出的这一念 看似挺正 但心里总觉得不那么纯 感觉到内心深处 有一个坏东西 在控制着自己的大脑 明明是他想的 他非让你承认是你想的 说讲真相 是他在造假 想让你看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他和救世里是一伙的 只要你顺着他一想 马上就被救世里抓住把柄 对我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 你大法弟子 不学法 不救人 想看新闻寻开心 好 我来满足你 我让你看 不看 控制你的思想 控制你的主意识 让你失去记忆 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 不看刺激你的引号神经 就得让你看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状态 真的就是那样 被救世里控制的魂不附体 简直没有一点正念 主意识根本不能主宰自己 没有了真我 师父安排的三件事 根本就想不起来 状态好时 每周发点资料 但都是用人心做 做多少也没有威德 等于白做 自媒体 乱象新闻 如影随形 占据整个大卯 排不掉 压不住 只要一上网 第一念就是先看新闻 看今天又有什么新鲜事 有时也知道 修炼人不该看 心里就想 少看一会儿 只看看题目 可是一看起来 就又刹不住车 在众人面前 不分场合 话匣子一打开 滔滔不绝 讲个没完 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忘记了自己 还是大法弟子 忘记了师父 赋予弟子的神圣使命 师父多次安排统修 帮我在法上交流 耐心开导 帮助我向内找 着重学习统修 关于沉迷于手机 电视 电脑 游戏 小说 常人新闻 等等有关交流文章 终于在同修的 善意帮助下 打开了我的心结 找到了病根 明白了修炼人 除了做好三件事 对什么着迷 都是执着 要想修炼 就必须去掉 在和同修切磋 交流过程中 给我印象最深 也是对我触动最大的 是一个心直口快的老同修 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我到他家去学法 那天我们三个人 学完法后 老同修对我说 你先别走 有件事得和你说 我说什么事这么严肃 说吧 他直言不讳的说 你看动态网 是不是该收网了 你再不收网 就快成演讲大师了 每次学法前 都是你的开场白 同修们得等你讲完了 你这一套 才开始学法 你说这是严肃不严肃 同修说的虽然像是玩笑话 但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连出炮事的 直接点到了我的痛处 弄得我不知所措 连忙说 改 一定改 另一个同修说 是该好好误一误了 别形成执着了 我说 是 我知道了 回到家 开始向内着 今天的事情来得太突然 但绝不是偶然 既然同修们都这样说我 说明这件事情已经很严重了 同修说别形成执着 其实已经形成执着了 不然人家就不说了 很明显 这是师父借同修的嘴 对我的棒喝 真是惭愧 同修们都为我不去此心而着急 而自己还沾沾自喜 飘飘然呢 还认为自己修得好 比别人知道的多呢 可见自己修得太差劲了 师父的棒喝把我从梦中敲醒 帮我搬掉了修炼路上的绊脚石 剩下的时间不管有多长 一定要把握住时机 严肃对待修炼 摆脱邪恶控制 多发正念 进行学法 超法 背法 努力同化大法 因为学法是基础 只有学好法 才能保持头脑清醒 才能不被干扰 只有学好法 才能去除一切污垢 才能不断精进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不断抄法 背法 同化大法 坚持多发正念 四个整点完后 再加十分钟 其他整点半个小时 时间允许的话更长 感觉效果非常好 现在虽然没有完全放下 偶尔还会反出来 但已经很微弱了 觉得看不看无所谓了 只要正念一出 就能瞬间消失 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 修炼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正法还没结束之前 这段时间里 不辜负师父众望 修好自己 救度众生 找回修炼如初的心态 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返回自己的家园 您现在收听的是 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野谈不修口 带来的教训 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梅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2年8月23号 今年5月28号下午2点 我在家刚坐到床上 准备学法 突然感到头晕得厉害 左边的胳膊 腿和身上都没有劲 拿着书的右手也没劲了 我觉得奇怪 自修炼到现在 身体经过师父的多次宵夜进化 从没有出现过这种状态 我放下书 从床上下去试着走一走 发现整个身体失去平衡 各个部位都不听实话了 不是撞门上 就是撞到墙上 很像脑穴栓的症状 不过我没有害怕 因为我清楚自己是个修炼人 有大法师父管 不会有事 这一切全都是假象 这不就是《转法轮》第六讲说到的 那个练工人身体出现的脑穴栓的症状吗 我悟到 是师父利用我身体突然出现的病业假象 对弟子进行的又一次心性的检验 我浑身无力就想躺下休息一会儿 但我知道想休息的那个不是我 并及时否定了他 我郑重地发出强大的正念 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 使弟子很快闯过这一关 我哪里有漏了 让救世里抓住了把柄不放 我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 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中 有哪些做得不符合大法的要求 我一件一件地仔细查找 突然 修口两个字 打到我脑中 我很快就想起了 当天中午吃饭时 和家人说起邻居家的事 因为邻居家两口子不合 经常吵架 知识都已是七十多岁的两人 最终还离了婚 回想当时我说这件事时 真是越说越来劲 越说越喜欢说 感到事情非常的精彩 像失控了一样 放弃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 完全等同于一个常人 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还在家人面前显示自己知道的多 有意无意还显示他们不如自己 还有一种不易觉察到的显示心 想到这儿 我用尽全身力气 爬到师父发向前 硬撑起身体 双手合十 对师父说 师父 弟子知错了 今天这麻烦磨难 都是弟子只学法 不用法对照自己 不时修自己 不注重修口 造成的 发自内心的这一句话一出口 顿时就感到 有一股热流通透全身 非常轻松 身体各个部位也都灵活了 便也假象全消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感恩的泪水 为不由自主地多狂而出 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事足以证实 不听师父的话 不论在哪方面不实修 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 修炼路上五小事 正念稍益不足 就会使修炼人摔倒爬不起来 想想那种后果 可就太可怕了 救世里看我不修口 钻了我修炼上的大漏 下狠手 往下拽我 感恩伟大的师父 为弟子化解了这一难 挽救了弟子 弟子只有在注施正法 救度众生的过程中 学好法 实修自己 回报实尊 对弟子的救度之恩 请同修 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法轮功非法是强加的歪理邪说 作者彼岸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2年8月18日 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这个话题早就在谈 多年来 同修们在讲真相时 在面对骚扰和迫害时 一直在讲 然而时至今日 一提法轮功 不少人的第一反应 还是政府不让练法轮功 法轮功非法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 政府不让练法轮功 是中共奴化教育下的条件反射 邪党文化的长期进染 使中国人普遍自主意识模糊 判断是非多以官媒的说辞为准 常看央视新闻联播 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政府不让练法轮功 这几乎就是一个定论 无需任何考证 甚至公检法司人员也根本没想过 法轮功是否合法 他们在执行迫害命令时 头脑中装着的就是上面的指示 上面不让练就是政府不让练就是国家不让练 从上至下一以贯之的权大于法的现实社会通则 更使他们执行起迫害命令来有恃无恐 肆意妄为无所不用其极 普通民众长期接受奴化教育 内心形成了对邪党的恐惧 在庞大且无处不在的强权挤压之下 为了自保唯命是从 在权力划定的框框内逆来顺受 第二 法轮功非法并非来自法律 它完全是中共的邪恶宣传造成的 当年黑云压成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 什么自焚杀人围攻等等 流毒之广危害之身 至今尚未彻底消除 暴力与人的天性不符 从而使人本能地产生排斥 中共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达到了抹黑和诋毁法轮功 挑动民众仇恨法轮功的罪恶目的 尽管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一定的了解 也知道法轮功趋病健身 让人做好人没有错 但是那些被极度渲染的暴力镜头 依然残留在不少人的记忆中 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 先入为主的观念更是难以取代 所以不少人在面对真相时 宁可回避也不愿接受 第三 伪执法过程 营造着法轮功非法的继承事实 邪党掌控着一切社会资源 一切社会权利 站在法治的制高点上 打着执法的旗号 利用法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比如 凭借所谓违反刑法三百条 对法轮功学员任意实施抓捕 抄家 拘禁 判刑 参与者们道貌黯然 下拘捕令 开庭 审判 法律程序一步不落地走 甚至允许辩护 允许上诉 但是最终结果 依然是法轮功学员被误判 被罚款 被囚禁 其实 邪党从来没打算对法轮功讲法律 参与者们是在这个假冒的执法过程中 诋毁法轮功 让人们看到法轮功被法律所不容 被法律制裁 进而在全社会造成法轮功非法的现状 最终清零法轮功 法轮功长期被冤枉 被打压 人们看不到法轮功在社会上有合法地位 所以 法轮功非法似乎成了定论和共识 不少法轮功学员历经磨难 走出黑窝回到家中 原本支持修炼的家人却一反常态 站到了对立面上阻挠学员修炼 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到 法轮功学员被执法的全过程 切身感受到被诛连的痛苦 其实 这一切从根本上就搞错了 完全是无中生有 所有那些法律程序一步都不该走 不该被抓捕 不该进法庭 不该被判刑 不该入狱 因为法轮功根本没有违法 法轮功是合法的 凭什么让合法者去走那些非法的法律程序 如果这一点不能彻底澄清 迫害还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没完没了 4.还原事实真相 人类需要真善忍 我们知道 目前正处于向法政人间过渡时期 正本清源 还原事实真相 让法轮功拥有本应具有的合法地位 理所应当 势在必行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 在明慧网上推出并连续刊载 正当其实 文章明明白白告诉世人 按照中国法律 法轮功从来就是合法的 一直都是合法的 修炼法轮功无罪 迫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中共这个伪装成国家的黑社会犯罪集团 正在土崩瓦解 彻底灭亡指日可待 为了拨乱反证 让民众尽快清醒 从谎言和奴役中解脱出来 恳请同修考虑以下几点 以正视听 一 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一文 及其他有关内容 制作成各种类型的真相资料 单章 册子 图片 彩信等 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 二 大法弟子各大媒体及自媒体 更多地增加这方面内容 运用法律反迫害实力 法庭辩护词等 迫害法轮功受到的法庭审判 如独立人民法庭 伦敦中审判决 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世界各国对迫害者实施的法律制裁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近期发布的追查公告 三 蒋真相时明确告诉世人 法轮功服役社会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完全是合法的 残酷的迫害是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 违宪违法的行为难逃法网 也必将面临国际制裁 四 海外同修在蒋真相平台上 对大陆公检法司人员劝善时 内容可以包括 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是违法的 参与迫害将承担法律责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我们制止和解体迫害 根本上靠的是真相 作者 魏淑明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22年8月17日 真 善 忍是最高的道德准则 一个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约束自己 这个人就一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而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看 不违法是最低的道德要求 因此 真正的法轮功学员 在任何正常国家注定和违法无缘 这种合法表现在 法轮功的书籍 音项资料是合法的 法轮功学员练功 红法 讲述真相 劝善 劝中国人三退等 都是合法的 如果坚持真善忍的价值 在哪个国家不合法 那一定不是真善忍价值本身的问题 而是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法律 司法出了问题 中共的法律 说白了 一切是专为维护邪党而存在的工具 执法不分善恶 不讲对错 只看对中共有利还是不利 当今 中共法治已死 已成为国际共识 原因很简单 公检法司的人员对于中共法治精神 理解就是四个字 听党的话 党是邪教 黑帮 流氓团伙 暴力恐怖组织 听党的话 就是要把法律变成成善扬恶 打击公平和正义的暴力工具 因此 政府让不让 不应该必然成为衡量人行为好坏善恶的标准 不符合真善忍标准的 以传播谎言 煽动仇恨 混淆正邪 迫害世人没能事的所谓法律 是恶法 不但不值得信守 还应该被废止 抛弃 一种现象 行为 如果成为法律规范和调整的对象 对其赋予权利或设定义务 应当对该现象或行为做定义 这就是大家经常看到 明慧网报道各国议会表彰法轮功 声援法轮功反迫害 或者确定法轮大法日时 往往对法轮功做一个描述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但中共至今未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直接定义法轮功 民众会去寻找法轮功的书籍 以核实该定义的真伪和准确度 中共发动迫害的手段 一边抹黑法轮功 一边拼命销毁法轮功书籍资料 目的是要让民众不知道真实的法轮功是什么 古人所说 术不胜道 中共其实很清楚 它永远无法做到用它的那套歪理邪说 博导法轮功传授的政法大道 中共不敢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定义法轮功 只好以寒沙摄影的方式 按照媒体造谣内容去定义邪教 在正常国家 不管是政教还是邪教 世俗政权都没有资格在法律文件中认定 为此 中共相当于操纵媒体和立法机构 为其做了分工 媒体用造谣抹黑 污蔑 丑化的恶劣手段给法轮功泼脏水 人大常委会 负责用媒体泼在法轮功身上的脏水 去描述邪教的表现和定义邪教 这就是1999年10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 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真实运作方式 以及其中媒体到法轮功的原因 这种媒体泼脏水 加公权力惩治脏水套路的运用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一直传承到两高的三个所谓司法解释 乃至延伸到公安部的公通字200039号 这三个层次的法律文件 善的、正的因素不多 它们既是帮助中共迫害的产物 也是政法系统延续迫害的依据 一个听信媒体造谣 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 在这些法律文件对某教的定义中 能找到他认为的坚定依据 破解之道在于真相 不在于中共的法律条文 这里不谈 更何况 两高的司法解释 违反刑法、立法法 明目张胆地 直接把坚持信仰、劝善和讲真相的行为 定义为犯罪行为 直接与刑法第三百条相抵触 我们反迫害中 经常用到公安部公通字200039号 和新闻出版总署的解禁令 很多同修可能觉得 和上面所说公通字200039号 正的因素不多相冲突 个人认为 这两份文件的制作者发布文件的目的 和发布文件后达到的效果产生了偏差 抄出了文件制作者的预料 但又无法弥补 这是政法中 人算不如天算的安排 我们引用它作为反迫害的依据 是给不愿参与迫害者 退出迫害提供足够的理由 而对于文件本身 不必看高、看重 公安部出台公通字200039号之前 还出台过直接针对法轮功的 各种所谓禁令 并且对法轮功创始人发过邪恶的通缉令 高估公通字200039号的作用和意义 而故意忽视公安部其他邪恶规定 会严重低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 从而不能正面看待这场迫害 如果看到一句话说 基督教在A国是不合法的 我们往往会想到是这个A国不正常 而不会想基督教出了什么问题 同理 我们也不必会言和在意中共用其恶法衡量法轮功得出的结论 我们更应强调的是 法轮功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是合法的 包括中国 法轮功的合法性不来自于任何法律规定 我们制止和解体迫害根本上靠的是真相 而不是靠法律条文和法律手段的运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题目是 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一点建议 作者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2年8月23号 大法弟子在面对邪恶的骚扰迫害 讲清真相的同时 正善用法律条款揭露邪恶 排除所有的非法证据 解体邪恶的安排 救度众生 针对大法弟子构陷的所有证据 都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但是 公检法人员却将其堂而皇之地呈现在法庭上 但是 又不敢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制证 也就是 所有针对法轮功学员构陷的证据 其实都是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是合法证据的对称 是不符合法定刑事或取得的程序违法 而不应被采信的证据 比如 刑讯逼供 威胁 引诱 欺骗 以及其他非法方法 搜集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52条 审判人员 检查人员 侦查人员 必须依照法定程序 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 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 和以威胁 引诱 欺骗 以及其他非法方法 收集证据 不得强迫任何人 证实自己有罪 刑事诉讼法 司法解释第123条 采用下列非法方法 收集的被告人供述 应当予以排除 1、采用殴打 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 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 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而违背意愿 作出的供述 2、采用以暴力 或者严重损害本人 及其近亲属 合法权益等相关威胁的方法 使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 而违背意愿 作出的供述 3、采用非法拘禁等 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 收集的被告人供述 第125条 采用暴力、威胁 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 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 第126条 收集物证、输证 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证 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不能补证 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 应当予以排除 1、针对法轮功学员构陷的 所有输证、误证 都应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警察一般都是不出示身份证件 搜查证 实施非法搜查 非法扣押的行为 另外 即使警察按照法定程序出示了身份证件 搜查证 但是 法轮功学员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所以 也属于非法搜查 非法的行为 另外 认定意见被作为输证 其违法性 在法律问答 以字之差 包藏的惊天或心 疑问中 有论述 2、法轮功学员本人的口供 均应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警察在获取当事人口供的过程中 均采取了 威胁 恐吓 欺骗 刑讯逼供等等行为 即使表面没有采取任何违法行为 但是询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比如 是否修炼法轮功 资料是谁给的 等等 也是存在诱骗的情况 因为西洋法轮功 以及法轮功学员的行为 与罪名无任何关联性 这种诱导式的提问本身就是在违法犯罪 3、鉴定意见应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件 都没有合法的鉴定意见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合法的鉴定机构 能够将法轮功的资料鉴定为某教宣传品 所以所有的鉴定意见 要么是国保出具的 要么是反邪教大队出具的 都不是合法的鉴定机构 按照合法的鉴定程序 处具的鉴定意见 都应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 应对方案 一、在侦察阶段 向官机关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在审查起诉阶段 向检察院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在法庭审理阶段 向法院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 同时要求依法返还死人的合法财物 可以挂号信、EMS邮寄 也可直接交给办案人员 二、公安机关办人员 在搜集非法证据的过程中 可能涉嫌非法搜查 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 刑讯逼供罪 故意伤害罪 抢劫罪 伪证罪 妨害作证罪等 可以提出控告、举报 也可以投诉、信访 申请信息公开等方式 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会周刊 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会广播电台 下次节目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